这是一只免疫猫 它帅气 可爱 极其粘人 它会握手机长 它随叫随到 它很好 但是它有病 由于携带一份肥厚性心肌病致病基因 随着年龄的增长 它的心脏发病率要高于其他毛 而年仅6个月的黑格 心脏就已经出现了问题 压力大了 血液就可能会在后面预计 所以就可能会出现 修复水的情况 我需要定期带它来复查体检 少运动 小心合伙 而这样的悲剧明明可以避免 碗玉的肿猫提前筛查基因病 做心超检查 最大程度避免后代携带 但这家猫社 并没有 它创造了携带肥厚性心肌病 致病基因的猫 不检测 不告知 高价售卖 当买家检查出问题 不售后 不理会 甚至说出这样的言论 一家理直气壮 毫不认错 不知悔改的后院 让人心惊心寒 很抱歉 我知道大家关注 我是想学习科学养猫的知识 并不是想听我每天传播这些负能量 接下来我会协同医院 一起密切关注黑格的情况 在安全的情况下给它绝育 并照顾好它的后半生 而这条视频我会持续置顶 持续曝光 给大家避雷 接下来我会总结这次买猫的教训 给大家科普如何最大程度 避免买到病猫的攻略 后院猖獗 病猫漫天 我们改变不了它们 就改变自己 多要求 多长心眼 愿每一只小猫都可以健康 愿我的黑格 也可以陪我更久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